记者何玉华新北报道,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竞选办公室今,31日公布竞选团队背心,双面的设计,外形延续团队一贯的简约利落风格,以身色为底,搭配荧光绿色衬里,胸口上有象征苏真昌团队精神的冲字,还有新新北,苏真昌六个字,背部则是充满电能的闪电, 净本发言人黄维军说,整体设计展现苏真昌竞选团队的高效率与执行力,办公室今天发下新战服,团队的年轻成员都迫不及待试穿,评价颇高,许多人都说太美了,好好看,是少数能够穿去逛街看电影的背心,还好不是传统美学,尤其是侧边搭配深色设计, 有人笑称穿起来有修腰效果,团队背心采取双面设计,一面是荧光绿,北面除了印上苏真昌大字外,底下还有招牌电火球,另一面则是以身子蓝色作为底色,在左胸口印上白色的冲字,同时橘色印上新新北,强烈的色彩对比让苏真昌的冲招牌更加凸显, 在沉稳中散发活泼的气息,最常穿住战斗背心穿梭在选举各大场合的组织部成员说,组织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安排行进动线,在现场带领候选人一动线前进,这时候能让候选人一眼忍出,具贬实性,亮眼的背心设计很重要, 黄维军表示,这次设计竞选团队背心的原则,就是要脱离以往传统的设计概念,让团队的成员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穿住,能够穿住去逛街买菜,甚至穿住去约会,并且在九合一的选战中众多的候选人团队中展示苏真昌团队的时尚感。